生下马,修行,是一种超越,痛苦,是因为在乎,在乎,是因为看重,看重,是因为无法超越,能踩在脚下的,通常都是不被看重的,人生的修行,就是不断而善自己,使自己能够超越,超越了,也就看淡了,看淡了,哭就没了,人生最大的善果,不是超越某一人或某一事, 而是超越这多苦多难的世道,属马人是重情重义之人,为人温温宽厚,和气空气,有求比应,乐善好施,不惹祸事,老金活络,文武双全,他们五行属土,终身有笔上土助力,平上厚土生财的运程,属相马获得转运良机,不论职场仍是日子,都将把好运把握住,11月,你们不再为今前, 而忧虑,所以你们感应到了自身的能量,一天比一天变好,整个人精气神就像开乐外挂相同,悲速向上上升,做什么作业都可以步步高升,好日子向你们靠近,总算摆脱了人生的困境,整个人精气神都会一天比一天变好,财富也会不断增加, 整个人都活的人生,花角的光环笼罩之下,天然越活越有精力越有才干,生肖马之人急性照耀,受好运影响,有望运改之前一个月难有大喜事,运势闭塞的情况,皆是运势红到发自,亨才加深,贵人如鱼。 另外对于一部分数码的朋友来说,事业中早期发展产可较多,但是只要不断设法提升工作效率和能力,逢流年急性进驻财博,今后容易升职或是取得理想的业绩,生肖马进入11月之后,或许是因为阶级年纬的关系,运势也开始逐渐稳定了下来,虽说在11月里数码的人收入增加并不是很明显, 但却能明显的感觉到赚钱要比以前轻松了很多,所以在11月里数码的人财运还算稳定,虽然收入增加不多,但至少不会缺钱花,财运,小吉,本周财运大好,官运会使你的政策锦上添花,此段时间适合与政府合作项目,会很容易操作成功,也一定会实现大的盈利,寻找与政府合作的机会, 事业,中平,本周你的做事方式尚要彻底的改变,不然会困难重重,突破不了事业瓶颈,尤其要在管理上努力而为,爱情,小吉,本周感情上桃花正好,一性人较佳,单身人师可趁此机会多与一性交往沟通,成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些,多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认识新的朋友,人缘,小吉, 本周我们不妨转移视线,介于时间多跟同事朋友聚聚出去游乐一下,对人际关系的发展好处多多,对重要朋友的情缘发展,也是很有利的,属马人,研讨越强,又耐性,在工作的道路上,许多人不由得要进行诉苦,或许半途抛弃,可是,属马人却有着吃的苦中苦, 方为人上人这样的醒悟,他把吃苦作为一种历练,默默地给自己活跃的闲思暗示,信任只需坚持,总有一天会脾气抬来,而在生活中的咱们,往往也是少了这样的尬尽,取多时分咱们之所以失利不是真的失利, 而是自己劝劝自己现已失利了,现已抛弃了或是吃不了所谓的苦,属马的人能懂得知福,懂得知苦,定能造就自己巅峰的工作,祝愿属马的朋友,财神亲自来送佛快来接洗纳福,也请你们替身边属马的家人和亲朋好友,送上最亲切的祝福,点亮下方,并转发即可,祝福你们,喜报三元,吉祥如意, 招财奈福,身体健康,万事大吉,建议,属马人在远离了本一年的影响之后,将会在满年里好运不断,甚至不会遇到不顺利,或是破财的现象,再加上本身能力的不断提升,工作上会迎来不少提升的时机,前程似锦,不过要多加留意,千万与良机擦肩而过,在今年,属马人更是有望不入婚姻殿堂, 以婚者有可能会迎来天丁那夫之喜,从此开启幸福美满的征程,肖马人的本命佛为大事至菩萨,生于马年之人,若能前程敬奉,必获佛祖庇佑,财运打开,事业欣欣向荣,前途似锦,生活美满,属马人抓束转运狩猎,财运事业婚姻必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